那接著我們現在要將這台飛機拆解然後打包 那我們先把飛彈先卸下來 我們先把電池先拔掉 我在放的時候我會小心因為它下面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不會直接把它放下去 好因為這是 因為我賣的是PMP版本 所以呢 PMP版本本來就是不含電池不含遙控器那些東西的 當然也不含接收器所以接收器這些我都會拆掉 然後上面其實都有線標你再照著標線把它接上去就好了 然後我用的束線都不然束起來 這樣線比較不會那麼紮亂 好因為這是PMP版本所以接收器我拆掉了 你知道嗎? 其實是關於什麼好像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一個線標的筒 你跟著它們說明 就像是 你確定的是 積極快的一陣子 運燃 所以它是 安全的 他應該安裝 就沒有 然後接著我們來拆 拆這些掛蛋 這些另外放 這些機頭也先拆下來 然後還有翅膀 螺絲我先放旁邊,等一下我再找甲鏈帶裝起來 然後線先解開 訊號線 這旁邊有這個 卡扣 所以我要先把它扳開 這都先放旁邊 然後像我在拔這個接頭,我不太會去直接拉扯這個線 我會從接頭的地方捏著,然後把它拔出來 這樣比較 對線比較好 對啊 比較不容易從焊點那邊鬆脫 我可以做到 這個長的螺絲是垂尾的 短的螺絲是翅膀的 wh theorem believer 我 很好 這個都被圓這個漆有點黏住 所以稍微這樣拔起來是正常的 OK那因為蘋果也是黏死的 然後我又有補槍 所以更不可能拆得掉 然後這個是跟飛友要的箱子 把這個來裝 應該會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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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先示範看看 OK 剛好可以進去 讓它躺在這個上面 這樣可以做補強 這個箱子是飛翼的波音737的 所以其實本來並不是它的 哇 這樣又太厚 太厚了 就讓它變薄一點 只要旁邊這裡有支撐到 這樣飛機就算安全 就算是在這裏上 就算了 就算了 這個箱子很重要 都不是 我可以說 没事没事 好 这个下面 这个下面我先放这个 把垂尾小连件先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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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尾小连件先放松 垂尾多小连维使理 用膠帶黏著 避免它跑位去跟別的東西壓到 切板的部分把它吃一點空氣進去比較有保護 再上一點緩衝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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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釋放 好 OK 讓它都是躺在泡泡上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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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固定它的位置 避免它到處亂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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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就不會有太大的滑動 然後還有這些小配件 好處理 有時候讓我去拿到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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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可以吃到 雞頭髒 小配件都放在這邊不要當垃圾丟掉 找個假鏈袋 先拿個假鏈袋來用 長的螺絲是垂尾的短的螺絲是翅膀的 然後我把螺絲黏在側面這邊 這些配件我也是固定 不會讓它滑來滑去 全部都固定起來了 最重要的是燙棒 燙棒 找個東西包起來 燙棒棒裡包在這個地方 多固定 這樣飛機才不會滑來滑去 撞來撞去 最後 再塞 緩衝槽 塞滿 脫雪 嘛 趙 請 好 最後再鋪這個泡棉 鋪滿 然後這些也可以放進去 把它塞滿 這樣子它就沒有空隙在裡面跑來跑去 裝來裝去 好 然後空隙也不會跑來跑去 好 那就可以把它封起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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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著搖搖看 裡面不會有搖晃的聲音 這樣就是 這樣就是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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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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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 明天就可以拿去寄了 OK 打包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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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